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慈 新聞開始 要等你來看到青台煙花 正朝著臺灣逼近 氣氧局預估了 最快呢 今天晚上就會增強為中度颱風 明天清晨發布海上警報 以目前路徑來看 週四到週六最接近臺灣 到時候全臺都要嚴防大雨 不過呢 煙花颱風會不會登陸 取決於太平洋海面上存在著的三個變數 除了和查帕卡颱風的雙臺效應 還有高低壓的勢力強弱 一旦路徑往南偏 颱風中心就很有可能會登陸臺灣 午後一陣大雨 為好熱的天氣降降溫 但未來幾天颱風雨將要報導 青台煙花在海面上 越來越靠近臺灣 也變得越來越胖 結構更完整 氣象局預估 二十號晚間就會增強為中度颱風 這快週三清晨發布海警 這週四上午前就會發布路徑 往偏西的方向 往我們東北方陸地或近海的方向靠近 如果以這樣子的路徑看起來的話 我們預估星期三開始 颱風的外部環流會影響我們的天氣 煙花颱風慢慢走 但它也把握機會 稀薄水氣 壯大聲勢 步步逼近 週三開始 北部東北部沿海會有短暫震雨 週四雨勢變大 北部宜蘭花蓮有大雨機會 週五週六西半部會出現強風 全台各地 尤其山區會有好雨出現 煙花怎麼走還難以捉摸 因為太平洋上正上演一段三角鏈 太平洋高壓出了力 煙花就有機會偏南靠近台灣 東方低氣壓發展出來 同樣在大低壓帶的煙花 會有往南的導引力量 當煙花越接近台灣 距離茶帕卡也越近 可能把煙花稍稍向北推 但茶帕卡如果先接觸陸地 就會減弱 可能不足以影響煙花的路徑 氣象局提醒煙花颱風的環球大 更不排除會登陸台灣 屆時影響程度恐怕不小 民眾得先做好防台準備 華爾街新聞 吳松友 張兆元 台北報導